新唐人电视台独立敢言的专业媒体精神和覆盖全球的网络 在中共政权海内外的干扰压制下 一如既往的为观众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近来 由于新唐人对中共局势及中国问题深刻准确的见解 以及在王博州事件中多次准确预测事态走向 获得西方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全美第三大主流媒体《洛杉矶时报》 驻北京分社社长Barbara Demick 5月18号在报道中谈到 十年一次的权力转换中积淀的政治分裂和色情丑闻 因为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几乎见不到这方面的报道 迫使关心政治的人群到海外媒体寻找补偿 无论是通过卫星电视或者翻墙软件突破网络封锁 报道中还表示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媒体记者们说 海外意见人士们创办的媒体现在是每天必须要看的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向《洛杉矶时报》表示 台湾和香港新闻媒体还是紧密地报道大陆政局 但不再像过去那样多多益善 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反共了 这给了新唐人、大纪元等透析中共本质的海外独立中文媒体 难得的发展机遇 新唐人副总裁周世宇在这个月的纽约总部会议上说 CNN在海湾战争的报道中脱颖而出 半岛电视台得益于阿拉伯之村的报道 中国今年的政治变化会让新唐人寄生为一家世界顶级的媒体 而新唐人的观众人数最近几个月也至少增加了五倍 大约每天有50万户在中国大陆收看 巴西最大的葡萄牙文日报 圣保罗周报驻金办记者 就曾经试图联络新唐人记者 想进一步地了解中国政治的变革 而在法国美国的一些媒体政要或者是军队系统都定时收看新唐人的中国禁闻节目 最近还有日本电视台要求购买新唐人王立军事件的录影资料 新唐人独立感言的传统帮助观众认清中共面目 破解中国大陆政坛谜局 给海外中文媒体做出了典范 新唐人记者 郑浩 纽约编译报道